走进南华等于走进世界 在南华大学可以拓展国际视野 培养国际移动力与竞争力 从101到105学年度 使用南华海外奖励金出国交流的人数 累计1510人 参与一地学习人数成长23.7倍 参与海外实习女士工服务人数 累计172人 获得教育部学海系列补助共55人 金额累计682.7万 能有这样的成果 全因为南华大学致力于推动 学生不只读万卷书 更要行万里路 有些是有一个学期的 有些是两个礼拜的 或十天的 这样无形当中可以开拓他们的国际视野 让他们的思想观念不能集圈于台湾 这个格局要踏出去 所以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来到南华大学 让它国际视野能够提升 第一个国际移动能力的提升 一定是南华大学一个很大的特色 南华大学从2011年开始 与美国西来大学 澳洲南天大学 菲律宾光明大学 宜兰佛光大学 一起建置佛光山联合大学系统 一校注册五校学习 同时南华大学在美洲 澳洲 欧洲与亚洲 共有202所姐妹校 以及306个遍布世界五大洲的 宝光山据点 作为学生国际交流与学习的重要管道 我们这五所学校形成一个大学联合系统 让学生可以分享职严等等 所以自然而然学生的视野就开拓 所以有这个优势 包罗万象的体验让学习不再只局限于教室中 这也是南华大学一直以来 除了扮演传道 授业 解惑的学术场域外 更期望带领学生一起逐梦 一起实现梦想 学校给的资源比就是其他的 一般的国际大学和其他世纪大学还要多 有些国家可能没有什么机会去到 然后刚好学校有签署一些 就是国际学校 然后利用这个寒暑假的机会 就可以出国做一地教学 也感谢学校有这个资源 那可以让我去海外 有个这个实习的机会可以去欧洲 那我之前也是这所学校的大学副学生 那也是透过这个学校的这种资源 我也有去过美国 所以我觉得这资源非常好 在南华大学有五大海外学习类型 分别是海外休息学分 寒暑假游学体验 台湾美国二加二双学位 还有海外实习以及跨国志工服务 其中南华大学所建构的国内四校收费 赴海外就学的二加二双学位制度 大学四年中 前两年在南华大学念书 后两年前往美国西莱大学就读 就可以同时取得两校的学识学位 在大学两年来讲的话 我们有特别针对美国西莱大学的课程 完全对接 同学在我们南华大学里面 因为这二加二的课程 我们是希望他本身能够用英语上课 所以在这边我们有前面用英语上课 让他耳濡目染 学习到英语的环境 然后出去的时候 他不会惊慌 随时就可以进入二加二的学场 我认为二加二双学会很值得 因为现在的学校 需要学生的世界观 而二加二双学会提供我们很好的机会 因为我们在二十二年中 学习台湾文化 南华大学 台湾奖学金申请管道多元 除了有国内与国外政府所提供的奖学金之外 在南华大学 学测成绩三十一级分以上的新生入学 或是进入南华大学后 透过语文检定成绩 只要成绩达到规定的标准 就有三到三十万不整的奖励金颁发 另外通过校内所举办的英文专案检定标准 参与海外一地教学的学生也会颁发亚洲一万欧美两万奖励金 在入学的时候 他们学校有依照学策的成绩下去给予奖学金 很感谢学校给我们的这些资源 然后让我们有出去学习的机会 给予很多帮助吧 像我们就是负担减轻很多 这是其他学校比较没有的 因为其他学校可能门槛比较高 像我考建的分数是可以领到十万的 然后我就去了两次日本 南华大学走向世界 透过海外经验 让学生玩中学习 而不是天涯式死记 因为本身我是如建筑式的 那我觉得最大的错误就是 我能到一个欧洲的地方 跟亚洲是很不一样的建筑物的风格 那我在当地的话就是 比起在我照片上看到的是不一样的感觉 应用这些在外国去看到的某些题材 然后应用在我的建筑设计上面 就是说可以拓展自己的国际视野 那因为未来就是我会走岛灵 对这方面 一定学习这一块 所以是一个不错的经验 青春就是要尽情的挥洒生命的精彩 南华大学用丰富的资源 用宽广的视野 引领学生走向国际 选择南华成就未来改变一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